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机械能 那一般所谓的机械能 就是机械做工所转换的一种能量 那机械能有两种 一种是动能 另外一种叫做胃能 那我们首先先来介绍这个动能 当一个系统在运动的时候 就是它有速度 那就代表它具有了动能 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计算一个系统的动能 我们就利用这个公式 它是质量跟速率的平方的一半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系统的质量越大的时候 它就代表它的动能越大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有一个卡车 我们知道卡车的质量是非常大的 虽然它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它代表它具有的动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你跟这个很大的动能的车子如果相撞的话 那所受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交通工具的这个碰撞上 就是永远都不要跟质量比你大的东西 跟它产生任何的互动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素 就是影响动能的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它的速度 因为最主要是它跟它的平方是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这个就讲到质量比较轻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小石头 它从一个很高的高度掉下来的时候 因为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它到达地面的时候 速度其实已经是很大了 虽然它的质量很轻 可是因为它的动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照样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破坏的能力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质量跟速度 对动能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质量对动能的影响 这是两个相同的物质 在同样的一个高度 那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右边的这个它的质量比较大 左边的质量比较轻 它在同一个高度掉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很明显的质量比较大的东西 掉下来的时候它的动能比较大 那所以它能够把这个钉子 打到一个比较深的深度 因为它做的工就比较多 那质量比较轻的这个小球 因为它的动能比较小 所以它所能够做的功能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钉子呢 只能打到浅浅的把它打下去而已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就是速度对动能的影响 你看这两个球它的质量是相同的 当然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呢右边这个呢 它从比较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左边呢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呢 掉下来 掉到同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看它的对 它们这个因为动能的大小不同呢 对这个做工所产生的影响 当这两个球一起掉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因为它的动能比较大 因为它从比较高的地方掉下来 所以它动能比较大 所以它所做的功能就比较多 所以可以把这个钉子呢 打到一个比较深的深度里面去 那左边它的动能比较小 所以只能把这个钉子呢 打的这个深度呢就比较浅 那有关动能的观念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